小女孩却有足足八十斤 因为胖,她没办法行走,上幼儿园都困难 因为胖,家里烦恼不断,事件频发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出着不可思议的肥胖 小小胖鸭今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办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之路节目 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减肥的故事 这个听着挺普通 一点都不普通 因为我讲的减肥的主人公是个只有两岁的小姑娘 而且她的肥胖让见过她的所有人瞠目结舌 2010年3月 山西省运城市桃村镇的东有村 因为一个小姑娘而远近闻名 这个非同一般的小姑娘名叫樊思佳 也被亲密地称为胖鸭 胖鸭现在才两岁三个月 但体重却已经达到了83斤 胖鸭每天能吃三个大馒头 除此之外还总是不间断地吃零食 胖鸭旺盛的食欲和庞大的体格 让村里村外的人都很好奇 经常议论纷纷 对此胖鸭的父亲十分的窝火 孩子爸爸的埋怨 让胖鸭的妈妈张春一很不服气 在她看来 女儿虽然好吃胖点 但身体健康也蛮可爱 再说了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孩子胖说明孩子胃口好 不挑食 胖鸭从小到大 几乎没生什么病 现在身高也都101厘米了 尽管是胖了点 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怎么看可能都是好看 就是觉得我这孩子是天下最好看的 姑娘就脸圆圆的 嘴巴小小的鼻子也小小的 她这么胖嘛 就说送她去举重 当举重运动员 以后肯定有助手 胖鸭是张春一眼里的宝 可她心里也承认 现在183斤的胖鸭 的确给这个家里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孩子日常的穿衣洗澡等 都得两个人一起做 婆婆一个人根本抱不动这个胖丫头 于是张春一干脆辞去了工作 在家和婆婆一起看孩子 张春一认为 这些都是暂时的 等胖鸭上了幼儿园 不那么总惦记吃东西 一切就都好了 2010年3月10日 张春一和婆婆 试着联系了几家离家较近的幼儿园 然而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幼儿园的老师竟说胖鸭不正常 这话如当头一棒 让张春一有点把懵 女儿虽说胖点 但她能吃能睡会走路 还能辨识颜色和形状 怎么就不正常了呢 张春一认为 必须去为孩子争取这应有的机会 几经周折 她终于联系上了 运城市空港玉秀幼儿园 园长表示 可以先让胖鸭来园里试读几天 看看孩子能否适应这种集体生活 当张春一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一起去幼儿园的胖鸭时 孩子特别兴奋 我第一次在她幼儿园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你愿意上吗 她说愿意 问你害怕不害怕 她说不怕 一到幼儿园 张春一发现 胖鸭在这群同龄小孩子中 简直是太打眼了 因为才两岁的她 比五岁的孩子都高和胖 幼儿园里欢快的气氛 让小胖鸭有点目不暇接 张春一欣喜地发现 女儿很喜欢这里 她主动去坐木马 还想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尤其是那个颜色鲜艳的滑梯 让胖鸭跃跃欲试地想要上去 张春一也希望女儿 能很快地融入这种集体生活 但她发现 孩子的脚是怎么都迈不上滑梯的台阶 她自己因为体重了 她这个两臂呢 没办法支撑自己的体重 所以说呢 不管是在弯腰爬行 攀爬 这些动作上 大动作 她没办法发展 没办法自理 张春一想起女儿 没上过台阶 赶紧上前帮忙 83斤的体重 全靠她一个人支撑 累得张春一满头大汗 胖鸭也吓得惊慌失措 旁边的小朋友目睹了这一幕后 对新来的胖鸭都有些怕了 孩子都不愿意和她玩 就很明显的 你说和胖鸭拉拉手握个手吧 都不愿意和胖鸭拉拉手握个手 说为什么 她太胖了 话话都走开了 都不愿意和她玩 我觉得我真的心里好来受 这不是一种字 胖鸭的身体 第一天的表现 让张春一很焦急 她希望女儿能在几天之内有所进步 也好放心的留在幼儿园 和胖鸭一起玩耍的 都是幼儿园里2到3岁的孩子 张春一发现 其他孩子游戏的快乐 对于胖鸭来说竟成了巨大的挑战 在妈妈和园长的帮助下 胖鸭终于爬上了滑梯 可没想到好不容易上去了 下来却又成了难题 终于在妈妈和园长的辅助下 胖鸭艰难的滑了下来 此刻细心的张春咪发现 女儿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了 没有小朋友愿意和她一起玩 她经常孤零零一个人待着 孩子孤独无助 让张春咪心痛如刀脚 她说胖 我说小朋友说不说你 她说 我说说你什么 她说胖 我觉得孩子好可怜 好孤独 又是她再这样 她又是再这样 没人和她玩怎么办 她现在她自己走路 她自己都走不好 像她有时候看着她 她自己走着走着 自己就不败到了 她起不来 老是扶不动 学校不要她 就连我自己 我也不 现在我也不愿意送她去 这一次 不用老实说 张春咪主动放弃了 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计划 孩子这样 老实照顾不了 小朋友也都歧视 她不愿意孩子 小小年纪 就心灵受伤 但这件事情 让张春咪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她突然意识到 女儿的胖 竟然已经严重影响到 孩子的正常生活了 难道是一直以来的 喂养观念有错误吗 她要吃什么 我就给她吃什么 小的时候 我就觉得 能吃点好吗 就是一口就让她吃 一口就让她吃 给你没想到 现在能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我要是知道 她现在能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肯定将来 我肯定小的时候 不让她吃 张春咪和婆婆 仔细回想了一下 全家人太溺爱这个孩子了 也都觉得能吃是福 所以从来都是 鼓励孩子多吃的 但是现在 胖鸭队吃的东西 喜爱简直超过了一切 张春咪觉得 不能再做事不管了 她肩什么她都要 你说不给她 她自己躺地上 她肩吃的她就懒 你说不能吃不能吃 她不行 她就自己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地上固执她 因为一啥就把她吃了好 全部把她收起来 把她包里面 不让她看一眼 尽量让她吃点 橡胶啊 菠萝啊 这些 尽量让她吃水果 张春咪决定 从控制孩子的饮食着手 强制让胖鸭减肥 她把所有的零食都没收了 每天只允许孩子吃三顿饭 可是才失业了半天 胖鸭就受不了了 孩子哭闹 躺地上打滚 两岁多的胖鸭可以舍弃玩具 但她却离不开吃的 只要得不到满足 就会哭得生死历劫 爸爸樊瑞小 常常忍不住给孩子找吃的 为此和张春咪总是发生争吵 她爸爸也是心疼孩子 就是见不到孩子哭 孩子哭她又心疼了 我不给她 爸爸就给 我也想给她吃 她太胖了 一直胖下去 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这孩子特别喜欢她爸爸 因为啥呢 她爸爸不是抱着动她吗 她上了她愿意上了 她爸爸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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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胖鸭吃饱了 终于安静地睡着了 女儿响亮的憨声和胖胖的脸蛋 让张春咪的心理五味杂陈 女儿的胖一天不解决 她就无法安心地睡觉 因为女儿的胖已经威胁到她的健康了 她的血压和血脂都高 心脏的负担也重 孩子走路吃力 做不了运动 更为可怕的是 婆婆告诉她 随着越长越胖 孩子的腿也开始痛了 我特别担心的就是 她一直叫坏 她都腿疼的 她说我腿疼的 我腿疼的 这下我们夏日天 我都晃起来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下个月要是再长三级四级 黑客人不会走路 这个晚上 张春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她拿出胖鸭的照片 仔细地看着 刚生出来的胖鸭是八斤二两 一周岁的胖鸭是二十三斤 而两周岁时 胖鸭忽然就达到了八十多斤 这十二个月里竟然长了六十斤 张春咪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胖鸭对食物的依赖 已接近一种病态 女儿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越想越怕的张春咪推进丈夫 赶紧商量给孩子治病的事情 谁知 夫妻俩为此又大吵了一架 现在孩子胖了 老师越之过说 那时候让你打定你不打 我要个孩子 还成我错了 我给他生个孩子 还成我错了 听到丈夫居然抱怨 不该生出这个有病的孩子 张春咪是既生气又伤心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然而让她更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下午 丈夫樊瑞小竟然离家出走了 她爸爸刚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我跟她发视频她不接 我跟她发就是语意 她也不接 丈夫突然不靠而别 张春咪一下懵了 难道丈夫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而走的吗 张春咪怎么都想不明白 原来对孩子疼爱有加的丈夫 怎么变成这样了 眼下孩子遇到了问题 正是需要夫妻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的 但丈夫竟然离家出走 张春咪是越想越伤心 我觉得她挺不负责任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心里都挺难 问她心里都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 丈夫的离家出走 让张春咪对这个家的未来感到十分茫然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待这个 还在不断长胖的宝贝女孩 然而 这时胖鸭的表现 却让张春咪尽意外又感动 胖鸭似乎知道 爸爸是因为自己走的 妈妈为此很伤心 所以最近她明显变得懂事乖巧了 以往在外面走得累了 胖鸭都让妈妈背着走 但是这一次 两岁的她似乎已经懂得心疼妈妈了 她累了 她不说她累 她就说腿疼的 说妈妈掰个板凳 找她急 就在那等着 就我掰个板凳过去 她先上一会 这样再走 女儿的乖巧和懂事 让张春咪心里暖暖的 尽管她对丈夫有很多怨言 但女儿毕竟是无辜的 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张春咪一边照顾着孩子 一边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 孩子的爸爸突然间失踪了 这一家人彻底慌了神 你到哪去了 干什么去了 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一声不吭 你就走了 一家人 有的是担心 有的是生气 就这样过了四天 四天之后 电话铃突然响了 电话那头就是胖鸭的爸爸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现在已经在千里之外 到了天津 去打工赚钱了 这么一聊才知道 胖鸭的爸爸觉得 孩子看病需要钱 可是我自己现在又没这个能力 所以干脆一咬牙一跺脚 背井离乡 到外边打工 等我打工挣了钱 我一定得回来给孩子看病 一定得搞清楚 这胖鸭这么胖的原因 可不能让他再这么胖下去了 丈夫的电话 驱散了压在张春鸭心头的那片乌云 他意识到 丈夫是爱孩子的 也是珍惜他们这个小家庭的 张春鸭不再感到孤独了 他爸爸也是新的孩子 他给我打电话 发电机说 他到那干活了 就是正到 就是说 找到工作了 那时候 学姐都就感到就是很高兴 说他在外面平平安 就可以了 我觉得孩子也不容易 我觉得是 真的 我觉得 因为这一个小胖鸭 我觉得儿子也挺难得 不是 我说 要是不是 要是不是他需要治疗 或者是 他爸爸也不会 离家负责 就赚钱 我觉得 反正是 不过他去了 我觉得 他还是放心 不想他 他小胖鸭 谅解了丈夫的张春鸭 和公共婆婆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出孩子肥胖的原因 2010年3月份 当地媒体对胖鸭的故事 进行了报道 运城市急救中心 红十字会医院 在了解了胖鸭一家的困难后 表示 愿意无偿地帮助胖鸭 做一个全面检查 查出肥胖的真正原因 在得知女儿 即将进行检查的消息后 樊瑞晓也特地请假 从天津赶回了老家 亲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胖鸭的病也有了希望 胖鸭全家 很是感谢这些 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们 这请当永泉相报 一个人关注他的人 我都觉得心过于不去 就真的是 他虽然还小 他什么话还不懂事 但是你没得了以前 我会让胖鸭一辈子记得 在红十字会医院里 医生首先对胖鸭进行了体检 医生发现 胖鸭不仅体重超出了 正常孩子的三倍多 身高也和正常的两岁孩子 有明显的差别 胖鸭现在的身高是101厘米 已经达到了五岁女孩的平均水平 没有接过这么胖的小孩 就是说可以说我接过的 就是最胖的小孩 在与胖鸭的沟通中 医生发现 胖鸭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识别能力 比其他同龄孩子要强很多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好事 但一丝担忧 却在医生宁泽的脑中闪过 胖鸭长胖的速度 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 难道是他的脑垂体出现了问题 脑垂体位于丘脑下部的副侧 为一个卵圆形小体 是身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线 它所分泌的生长激素 与身体骨骼和软组织生长密切相关 曾经轰动全国的 世界第一女巨人姚德芬 就是因为垂体上的一个瘤 导致生长激素分泌过剩 而不断疯长 现在的小胖鸭才两岁 身高却达到了五岁孩子的平均身高 智商似乎也稍高于其他孩子 难道胖鸭的脑垂体 和姚德芬一样长了一个瘤 这个疑问让张春迷全家人的心 都悬了起来 女儿真的会这么不幸吗 现在就是担心她 她说话就是 说话这就是是一个 都比其他孩子发育的好 医生随后对胖鸭的脑部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张春迷全家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终于胖鸭的各项体征检查结果都出来了 医生确定胖鸭的脑部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除了因肥胖导致的高血压 肝油三肢高等症状外 胖鸭一切正常 这个结论让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是那到底是什么导致胖鸭如此肥胖呢 通过对胖鸭全面而系统的检查 医生排除了对他脑垂体病变 胰岛素瘤等的怀疑 经过综合分析 医生觉得小胖鸭患上的可能是单纯性肥胖 单纯性肥胖病因不明 可能与患者的年龄 遗传生活习惯及脂肪组织特征有关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 胖鸭现在的体重很有可能 就是他不科学的饮食习惯造成的 就是由于从小饮食比较多 吃的比较多 吃的都是高热量和淀粉类的食物 引起的一个营养过程引起的肥胖 医生告诉胖鸭一家 因为胖鸭年龄还小 不适宜一些药物减肥 所以建议家人严格控制胖鸭的饮食 少吃高热量食物 多吃水果蔬菜等低热量食物 医生的一席话 让张春迷全家都喊出动 原来就是因为他们不忍心和浇灌纵容 让小胖鸭形成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导致孩子出现问题 现在全家人下定决心 为了孩子的健康和未来 他们得多学习育儿知识 绝不会再盲目的养孩子了 目前咱们小胖鸭的体重 基本上被控制住了 不再增长了 可是宁泽医生告诉我们 因为当地的医院医疗条件有限 不能给小胖鸭做更多的检查 所以现在只能推断说 它是单纯性的肥胖 宁泽医生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大医院 或者有些专家来关心小胖鸭 帮它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做基因的筛查 看看是不是由于遗传的原因 或者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种肥胖 所以我们在这拜托大家了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信息 或者您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您赶快跟我们的栏目来联系 传递您的爱心 咱们解决小胖鸭的烦恼 我们在这谢谢您了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的节目 再会 13个月的婴儿眼底 出现了像白线一样如冻的东西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长在孩子的眼里 事情究竟如何 白线到底是何物 静静收看健康之路